致敬了十七年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再度回到臺灣舉辦 這對追求數位轉型的臺灣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為了實踐數位國家社會島嶼的轉型目標 過去一段時間 政府積極推動法會衝綁 以及亞洲西湖等等的產業創新計畫 我們也規劃了DigiPlus 方案 來強化數位基礎建設 也編列了特別預算加速執行 透過這次主辦 WCIT1 的機會 我們希望更進一步的向全世界傳達兩個訊息 第一 臺灣正在從硬體代工 跨入智慧應用的創新領域 我們歡迎全世界從事IoT 工業4.0 或 AI 的優秀人才和企業到臺灣 跟我們本土的供應鏈結合起來 發展出更多創新的數位產品跟應用的服務 第二 臺灣政府願意提供足夠的資源 讓年輕世代實踐各種數位夢想 打造一個適合產業創新的制度環境 就是我帶領的政府最核心的任務 接下來的五年 WCIT 都會在亞洲舉辦 臺灣是亞洲巡迴的第一戰 我們也期待藉由這個會議的平台 臺灣能夠跟亞洲的其他國家 在資本應用跟數位經濟的議題上 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最後 我再次歡迎來自全世界的朋友來到臺灣 祝福大家都有很多的收穫 謝謝 謝謝大家